這個是今天很大的話題 今天我看到非常多新竹人 沒有分黨派的 新竹人 他們是 原來我們這個新竹 勢力的馬接兒童醫院 新竹勢力 它是POT 你怎麼拿來跟進化城比呢 我覺得可以討論 但如果直接把他打成說 進化城是圖利 算算圖利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一個新竹勢力的 馬接兒童醫院 觀眾朋友 為什麼會有 因為新竹在這幾年逐客的關係 他的高薪家庭多 出生率也在臺灣占比特別高 所以他們需要兒童醫院 他不要排到臺北來 臺北也有馬接醫院 也有臺大兒童醫院 就要立法院對面 我相信委員都很清楚 所以新竹有這個兒童醫院 是備受地方的贊許的 是被現在目前的邱成員 代理事長說贊的 結果民主黨自己跳出來講說 金華城是圖利 這也是圖利 就有點歪憂 沈慧紅他PO了一個 這個馬接醫院 在這個怎麼樣 開幕的時候 他在那邊流淚的一個畫面 因為很多的這些就是家長 阿嬤 都很贊助這個 我覺得這我從政治角度來講 這個後續要查都可以查 高雄的什麼這個國賓飯店 新竹都可以查 容積率為什麼高 都可以一併討論 但這一個其實基本上是新竹人 當地很贊許的一個兒童醫院 而且他並不是像金華城一樣 是要圖利的 他是醫院 他並不是圖利 然後他是BOT 他最後是市府所有的 你把他拿來去做比較 我覺得對這件事情 就我說可以讓大家選擇說 為什麼民進黨只辦 金華城不辦馬捷醫院 這事情 我覺得可能得到的共鳴 並不會太大 那是 我覺得陳士涵 這個人的個性 還有他的所作所為 是很容易得到長官的疼愛 你都為我這麼動心 真的盡心盡力 但是這個戰狼小姐姐 每一出手 我都覺得你怎麼說這個話 你要做一件事 我要是老闆 我要是他老闆 我就請他回家吃自己 明天不要來了 因為我不懷疑你的忠誠 我不懷疑你對我的愛 但是你的判斷 就是被感情充分了頭 這樣不叫戰狼小姐姐 你知道嗎 這就是糊裡糊塗的小妹妹 陳英雄 從檢察官角度 從法律角度 圖利市政府 圖利公立的醫院 跟圖利財團 有沒有差別 這個當然是對於私人 這個才會有一個圖利的問題 那而且醫院跟這個賣場 這個容積 這個你怎麼混為一談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你今天要開槍 也不能亂開 會打到自己 所以說今天我個人認為這個 這個他的這個論述 真的是不好 這我覺得會反而是傷到民眾黨 那他在論述這個之前 到底民眾黨內部有沒有開會去分析 這東西能講不能講 或是拿拿這個東西 然後來打 那一次得罪完新竹說的 尤其他這個兒童醫院 所以我覺得蠻不可思議的